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ky 蘋果在最近發布會推出了五樣新產品 其中一樣就是我手上的AirTag 這個小小粒好像五元大小的AirTag 將它掛在你重要的物件上 當物件不見了的時候 可以透過手機找到室內所在位置 它的使用方法和安裝方法非常簡單 將手機更新到最新的iOS 14.5 拆了AirTag的包裝 拔走電池的絕緣片 將AirTag拍到手機 就會出現連接畫面 通過iCloud連接幫它改名 通過Apple ID註冊就可以用得了 當我們需要找到物件的時候 打開Find My App 就可以看到物件所在位置 亦可以按鍵令AirTag播放聲音 透過聲音來找到物件 而它所發出的聲音 都足夠在家或辦公室都可以聽到 如果在街上或商場或茶樓 這些比較吵的地方 就難聽到一點了 在大概30米左右的範圍 就可以透過精準的定位來尋找 可以看著畫面上的箭嘴 精確地找一找你的東西 好像羅庚一樣 越近AirTag的時候 電話亦會有震動提示 但要注意 精準的尋找功能 需要配合U1的晶片使用 即是iPhone 11以上的型號 才能用到 假如你今天使用iPhone X 或者之前的型號 是否再用不到AirTag呢 就不是的 只是用不到這個 有箭嘴的精準尋找功能 如果我們出街玩到樂極忘形 而漏了個袋 不知道在哪裏 又或者去旅行 玩得太開心 整個行李漏了在外地的話 這些距離比較遠的情況下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就可以啟用這個維新模式 在這裏就可以進入我們的電話號碼 當有心人收拾到我們的室物的時候 用電話探索一下AirTag 就可以透過我們輸入資料 找回我們 如果你說對方不是用iPhone 用Android怎麼辦呢 都是沒有問題的 透過Android的NFC 去探索一下我們的AirTag 手機就會連結到蘋果的網站 亦都會在那個網站 見到我們留下的聯絡方法 這個維新模式 是透過全球超過10億部 Apple device用戶 而組成的一個尋找網絡 來佈置我們的室物的位置 只要有任何更新了iOS 14.5的iPhone iPad或者Apple Watch 或者Mac經過的話 AirTag都會把定位 傳到我們的iPhone 由於所有傳送的資料 都是經過了加密的保護 所以我們不會看到 哪部電話 能看到我們的AirTag 而對方也都不會知道 原來附近有不見了的東西 甚至乎連Apple 他們都不會知道任何這些資訊 假如我今天把這個AirTag 偷偷放入你的手袋 那我是否可以跟蹤你呢 這方面亦都可以放心 由於Apple是非常注重 用家的安全和私隱 只要你身邊出現了一個 不屬於你的AirTag 跟了你一段時間的話 你的iPhone就會彈出一個提示 告訴你 亦都可以令到這個AirTag 那我找不到喔 究竟在哪裡呢 按鈕令到它發出聲音 亦都會教你拆電 的去防止追蹤 所以大家要用這個AirTag 來追蹤你們的男女朋友的話 這件事就應該幫不到你的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跟小朋友 或者是老人家出街 又或者去放貓貓小小小 把AirTag掛在他們身上 真的真的不小心走失了 是不是都可以容易找回呢 商場或者街這些 这些比较多人的地方 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的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 没有Apple device的地方 AirTag就做不到定位 scare不到 所以比较建议 就是用在死物上 而小朋友或者老人家 就建议用Apple Watch 透过家人共享 来得知他们的正确位置 这个AirTag的电 只是用一个CR2032的 饼电就可以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用两只手指这样拧一拧 旋转一下背面这个银色圈 就可以拧出来换电 就算在街上突然说没有电 都可以立刻买到一粒电去换 而且这个AirTag 就是有这个IP67级的防尘防水 跌下水一米深左右 有30分钟 都可以重用到 一个Apple device 可以最多连接16个AirTag 各位失魂鱼 或者好像我这些 失魂到爆炸的 那就视乎自己的需要 来看看买多少个 除了AirTag 苹果亦都推出了iPhone12的 春季新色 紫色 这个紫色 一个字 靓 它的紫色不是那种 孝婆子 是一种很梦幻 很高兴 很高兴 很滴士尼 很喜欢用的紫色 比起iPhone11的紫色 就更深 適合一种护泥控 和紫薯控 这个全新的紫色iPhone12的规格 和之前推出的iPhone12规格 都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想看更详细的iPhone12的功能 介绍的话 可以去到我这条连续 看看 除了新机有最新的iOS之外 苹果亦都是前几天 发布了最新的iOS 给大家更新的了 在过去年几的疫情下 大家外出戴着口罩 都用不到Face ID 来 unlockiPhone 都非常之不方便 那update了最新的iOS之后 在我们戴着口罩的情况下 亦都戴着Apple Watch 就可以透过Apple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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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unlockiPhone 每一次unlock的时候 我们的Apple Watch的画面上 都会有一个提示 提示回来 亦都有震动 告诉你们 我们的手机已经unlock setup非常之方便 将我们的手机 更新到最新的iOS 然后去Settings 接着去Face ID & Passcode 启用Unlock with Apple Watch 这个功能 是需要我们的Apple Watch 和iPhone 在一个比较短的距离才能用到 不需要贴到竞迷 但是譬如你的手随低左 左手代表随低左 右手开电话 其实都已经很OK iOS 14.5 亦都在私隐方面升级了很多 大家有没有试过 明明和朋友只是聊天 想买一下咖啡机 或者一些产品 转过头 搜索Facebook IG 就会出现大量的咖啡机广告 或者是谈过一些产品的广告之类 更新了最新的iOS之后 我们所有的应用程式 在未取得我们用家的许可情况下 都不能追踪我们的手机资讯 和我们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减少了一些商家 用我们的一些资料 就用来做推广 例如卖广告等等 还有就是不可以把我们的资料 卖给第三方去赚钱 除此之外 亦都新增了不同的Emoji 给大家用回 升级了5G的双卡双代 新增了可以连接 PS5和Xbox的手制等等 大家现在立刻拿出iPhone 出来更新了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离开之前 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记得追踪我IG和Facebook 下次见 拜拜 大家戴上口罩 大家 拜拜 拜拜 大家 看看